嗨,大家好,我是牛奶爸 现在是西元2013年的8月份 Webly又有新版本 Webly在大约两个月前推出了新版本 这个新版本跟旧版本的功能都差不多 但是使用的界面有改变了 那首先我们看一开始登录的画面 这是我们直接到webly.com这个网页 这个网站 然后如果你是一开始它会针对你的语系 会去自动侦测你的语系 然后它会秀出简体中文版 那如果你们要自己去调整成英文版的话 可以在这边去选择其他版本的语系 但是这是大改版之后仍然没有繁体中文 所以没办法 我们还是如果您习惯的话可以切到英文版 或者是用简体版的中文也可以 那它登录画面呢 有和之前旧版本不一样 就是左边它分为注册页 那右边右上角这个小按钮是登录页 登录页就是你已经有账号的人 就按这个登录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还没有账号的话 要在这边直接申请 填写你的名字 但名字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电子邮件不能填错 然后你的密码 然后注册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电子邮件填错的话 会很麻烦 万一你又付费了 那你将来要去取回你的密码 就永远取不回来 因为你的电子邮件输入错了 所以它寄密码给你 又寄到你错误的电子邮件 之前有个学生就产生这个问题 所以记得电子邮件一定要填对 注册的时候 那已经注册的人呢 你就直接按右上角的登录键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边登录你的章 你的电子邮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 左边这边有几个 几个功能项大家看一下 在还没有登录之前你可以先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首页的画面 那首页的画面呢 它下面有一些介绍 它是说数百万的用户 已经在webili创建了网站 这应该是真的啦 真的蛮多人使用的 然后它这边有个介绍 就是简单的介绍 这是新的界面的更改 会变成这样子 之前传统的界面在上方的位置 那现在新版的界面改在左边的位置 那我觉得缺点是 它改在左边之后 原本有中文简体字的中文解说的 全部都不见了 全部都变成英文而已 这是一个缺点 那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切换到旧版 就在左上角这一个W的地方 按一下就可以切换到旧版 很方便 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它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就是它的范本 这个范本跟旧版差不多啦 就是一样有上百个范本 可以去更换 然后它这边也有告诉你说 你用iPhone或是Android的手机 也可以顺利的秀出这个手机版的版型 那照片和视频 视频就是影片 它的功能可以到HD高画质的视频 就是影片可以穿 影片之前的影片的画质没有很高 了不起到DVD而已吧 那这次我实际测试过 上传之后的画质真的可以到HD的高画质 那当然你的影片本身要Full HD 就是要有1280像素乘以720的像素 1280乘720 这个叫做HD高画质 那还有一个叫Full HD Full HD是1920乘940 诶920吧 那个是Full HD的高画质 然后底下还有个 它这边还有个介绍 就是可以把它当作Block来使用 这是OK的 它还有几个按键 就是可以让你连接到Social Media 就是你的Facebook、Twitter、Google Plus之类的 然后还有一个跟旧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全站搜索的功能 它有一个这个全站搜索 你可以用这个功能把它放到你的网页的右上角 然后在这边输入文字按一下搜寻的话 它可以搜寻你的网站里面的任何字 所以你的网页如果内容越来越多的话 很适合用这个功能 然后搜寻型优化这个之前就有了 没有错 那它真的是很容易被搜寻到 所以我很喜欢使用Webly 那可靠的云托管就是Webly它本身就是一个云端的软体 我们也不需要下载安装任何软体 只要登入后台上传 上传你的文案还有你的图片 我网站就做好了 都不用去用FTP的软体去上传资料都不需要 然后内建的网站分析功能 它可以看到这个旧版我们就有介绍过了 它可以看到你的每天的来访的访客数量 然后联络人表单啊 HTML控制啊 受保护页面啊 调查地图等等等等的功能 这边有大概解说 然后它告诉你说 这个Webly它使用上它有几个方案啊 然后怎么去创建网站啊 怎么去发布网站啊 怎么去增加你的来访访客量啊 那这个最后一个就是方案和价格啊 旧版的和新版的最大的差别 新版的差别是有分了三个版本 那旧版只有两个版本 旧版的两个版本就是免费版跟Pro版 那现在新的版本变成免费版 还有入门版还有Pro版 变成三个等级 那其实我比较喜欢旧版本啊 因为其实旧版本比较便宜 也就是说之前只有免费版跟Pro版 那之前的Pro版的价格等于现在的入门版的价格 之前Pro版的价格是入门版的价格 也就是说现在的Pro版的价格是比之前的Pro版的价格还要稍贵一点点 那一年大概一千多块将近两千块台币 那比较优惠的方案是一次买两年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登录到后台去 因为我已经注册过了 所以登录到后台去 那这边就输入你的email 按登录 好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到我的网站这个地方 你们看到画面也许跟我稍微不一样 因为我有去申请这个设计平台 所以我多了这个按钮 那这个设计平台呢 是说假设我们希望把这个网站当作成一个可以租用给别人的网站 也就是说当成二房东 让你的客户可以登录你自己定义的网址去使用weblet的界面后台 但是呢你又不让客户看到你的weblet的logo 这是可以的 可是这是另外付费的 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把weblet的这项后台功能给你的客户知道了 那你又保留了weblet的这个名称的logo 那你的客户他也许他上了后台去update的时候 update资料网站资料的时候 他也会去看一下这个weblet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 然后他也看得到每年要支付的平台费用可能只有一两千块 那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假设你第一次帮他设计 也许你收他个三五万块 那第二年呢也许你想要收他个五六千块 租用费那就不可能了 因为他已经看到原厂的收费只有一两千块 那你要收他五六千块 那他一定不肯付这个费用 所以他才会有出了一个设计平台 也就是让你可以把weblet的logo拿掉 让你的客户他们上来修改后台的资料的时候 他们看不见这个weblet的logo 而是你自己的logo 这是他设计平台的作用 也就是让你当成一个weblet的经销商的意思 那这个不在我们这次的教学范围内 我们这次教学范围还是着重在于 weblet怎么去创建网站 那我们首先好像我是pro版的这边就写pro 如果你们是free版的这边就写free 那pro版的跟free版的最大的差别 怎么样最容易的看出来呢 其实就只要看这个地方 我们随便按一个网站 这样是一个网站 这样是一个网站 我们随便按一个网站进去编辑 好这个就是我最近在研究的影片行销 CMTESIA软体的一个教学影片的贩售 那我也是用weblet来制作这个网站的网页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本身可以上传影片的HD高画质 不过这个是付费的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判断呢 这边有个pro 所以你要买pro版的付费pro版的才会有这个视频上传的功能 那并不是说你没有购买pro版的你就不能上传视频 你可以用别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之前也教过了 旧的网站内容就已经教过了 最后的教材就教过了 就是这个你可以把YouTube的视频直接把它迁入就可以了 那因为YouTube上传影片不需要费用 所以你可以先把影片上传到YouTube去 然后再把YouTube的原始码迁进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用付费去购买这个pro版的视频上传功能 那当然有一个缺点就是人家直接按这个YouTube的连结 他可能就连到YouTube的平台跳离了你的网站 好那你会看到奇怪我还是旧版的界面啊 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好对 因为我就是在这边按这个 好这边有个下键头 Try new editor有没有 我按一下就变成新的界面 那一般如果你们是第一次进来的话 预设是新的界面 像这样子新的界面 这边新的界面完全是英文的 这边没有中文的功能说明 好这边都没有 那我习惯把它切换回旧的页面 就在这边切换就可以了 其实功能一样啊 只是界面长得不一样啊 那我觉得个人感觉啦 就是旧的页面我感觉比较习惯 因为它占用比较少的网页空间 那新的页面在左边占了一大块 就让我觉得不太舒服 因为这样看不出我原本的网站的那个宽度的感觉 我还是习惯把工具列摆在上面去 那这样我才能够看得到我自己的网站 呈现出来的感觉 左边跟右边的宽度 这样我才看得到 而且它上面这边都有写中文 就比较亲切啊 虽然是简体字 但是也至少看得懂嘛 那基本上你从新的界面切回旧的界面 那所有的使用方式 跟我们之前录的教材都一样啦 这个就是 所以目前这个影片是我重新录制 就是因为要让大家知道 怎么样切换你的新旧的页面 那介绍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